台股今天重挫跌破了十年限 国安基金到底什么时候会进场护盘呢 国安把时间交给佩琪 好 佳麟各位观众朋友班文好 我是佩琪 现在时间来到了5点27分 也就是国安基金现在正在召开临时会 如火如荼的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最前面一个步骤 其实就是口水护盘 就是大家那时候正在讲说 要不要进场 要进场 准备进场这个时间 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现在正在召开的临时会 当临时会拍板之后就授权进场了 署安基金就可以随时来进场 但是其实规观众朋友 国安基金过去曾经6度进场护盘 但是成效到底如何呢 一张图要带你来看 过去我们这个护盘的时间点 你可以看到最先一开始 就是第一次在2000年的时候 护盘曾经有两次 再来在2004年的时候 以及2008年还有2011 2015 都曾经进场护盘 但是两个关键数字要带你来看 第一个就是护盘前这台股 最大跌幅到底是多少 再加上国安基金进场之后 到底台股有没有被拉抬起来呢 所以这两大关键数字 你要先看跌幅 在一开始2000年的时候 我们这个跌幅大约都是在两成左右 曾经有两次跌幅非比较深 就是在于这个2000年底原油大涨 以及2008年金融海灶 台股的指数跌幅都是超过了四成 这时候台湾国安基金进场之后 到底有没有拉抬 你看到蓝色的这个数字 就是国安基金进场之后 一周之后台股的表现 所以你看到蓝色的数字 全部都是正成长的 也就是国安基金进场之后 台股在一周短期之内 是可以有效拉抬的 但是长期来看 有没有效果呢 你就要透过这个曲线图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2000年这一次 国安基金进场之后 好像还是差不多的位置 但是其中在2000年底这一次 其实是继续往下走的 2004年319的枪材然 进场护盘之后 同样也是往下走 金融海灶进场护盘之后 还是在继续往下 而在2011年这欧债危机 以及全球股灾之后呢 这两个部分则是有 稍微的回挡向上 所以你透过这个过去的经验 告诉我们 国安基金进场 并不是就是一定是上涨的保证 它必须还要看一个长期 因为大家投资人当然不会希望 这个回挡只是一个短期的 都会希望说可以长期的往上走 但是现在到底会不会护盘呢 大家是不是很想问 明天会进场护盘吗 这个答案今天不会告诉你 因为国安基金要进场 这是不会提前公布的 公布之后大家就会去追涨 就没有这个效果啦 它其实是要出现到一个点火的效果 就让大家觉得说 就是我买的这一支 就是国安基金会护盘的这一支 才会有那种带动向上的效应 可是毕竟如果台股要向上涨 重中之重 台积电当然要撑得住啊 所以在染疫之后 我们今天其实也进到了 这个台积电厂区的外面 来去看看 他们现在包含了员工 都已经开始用餐要分流时间 就是希望可以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 大门口架设两个活动洗手台 台积电积极防疫 但仍然出现破口 18日晚间发出重讯 由员工染疫已启动分组办公 消毒做得更积极 甚至员工们也尽量错开用餐时间 经济部长沈荣金更跳出来喊话 染疫的不是产线员工 对产能证实没有影响 所以预计在部分的一个客户 特别对于成熟制成 有一部分的一些砍单 会在第二季浮现 所以预计台积电的一个合并营收 相对于第一季 可能会有略为缩减这样的一个态势 但19日也是台积电出席日 过去两次一次开盘就完成填席 另一次也只花11个交易日 但如今国际金融市场震动 台积电严重贴席 盘中一度重挫超过8% 跌到235.5元 中厂收在248元 跌幅3.69% 整个疫情的扩散 还有疫情何时终止这件事情 大家没有信心 那这样只要疫情控制住了 那不管这个是几个月 那我想这个经济的反弹就会出现 疫情引爆恐慌 连台股护国神山台积电都难逃 股灾风暴 东森 财经新闻 刘沛起路播冲 台北采访报道